圣经说,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,我要把我的价位建立在这盘子上,阴间的全命不能胜过他。 首先,我们看到圣经讲,耶稣说我要,谁要啊?是谁要?是护士要?还是你要? 不是,有信仰,今天你必须要明白上帝的心意,你必须要明白耶稣的心意,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,原来教会的成立,教会的建立不是个人的,教会的建立是自己主自己要建立的,所以建立教会是主的事,不是别人的事,不是牧师的事。 然后,他要建立谁的教会啊?我要把麦克人的教会啊?灵魂的教会啊?不是,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盘子上,我的教会是指什么?这个教会不属于任何人,属于主耶稣自己的。当这个教会的时候,你必须要明白,很多人不明白。 当讲到教会,你必须要明白。教会这个字呢,在圣经里面呢,有两个部分。大家跟我讲,宇宙教会。宇宙教会。 然后,大家跟我讲,地方教会。所以,在教会的时候呢,耶稣有一个看见,就是一个Universe Church。 Universe Church,全世界只有一间教会。就是耶稣基督教会,不管你是来自灯塔,信心会,位理工会,什么都是耶稣的教会。 这叫Universe Church。但是,我们不能,大多处都是Universe Church,我们有地方教会。 今天你在的地方,在哪里?灯塔设计中心啦。对啦,那后也是对啦,灯塔设计中心。 所以,灯塔设计中心,就是属于地方教会。当耶稣说,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的时候呢,这个教会不是地方教会。 是Universe Church,宇宙性的,是全球性的,是全地的教会。 所以,他要建立教会。然后,重点建在哪里?耶稣说,他要建立教建在哪里? 建在这个盘石上。那,如果你在读原文的时候,我帮助你明白哦。 当耶稣说,你是彼得,彼得的原文叫Blackthorn,Blackthorn的意思就是小石头。 但是,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盘石上的时候呢,盘石这个原文叫做Betra, 归对盘石叫做Betra,Betra,Betra就是盘石的意思。 所以呢,从来,神建立教会不是在人的身上,而是在盘石,这个盘石是谁啊?耶稣基督,阿们。 所以,要明白,今天我们来到教会,有什么缘故。 所以,罗马天主教昨天,有一姐妹问我说,罗马天主教跟我们基督教有什么分别? 那分别就很大了啦。那其中有一个,他们就因为认为说,神把权柄,神把所有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, 他们就立彼得成为第一个教王,天主教的教王。 然后,彼得是不会犯错的,彼得是不会,是圣洁的,因为他是没有,没有动过女人。 可是他有业务啊,是他莫名其妙的,圣经明明说他有业务,他说没有动过女人。 就是他有女人才有业务嘛,对不对? 所以,天主教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天主教的教导? 就是因为他们讲的东西都是,我不知道,很奇怪,他说,一生没有碰过女人,可是他有业务。 很奇怪啊,留点这次哈,所以,他说彼得没有犯罪,没有圣洁的,他没有碰过女人,所以他不会犯错的,所以他是第一代的教王。 所以呢,教会必须遵守教王的教导,然后如果没有遵守教王的教导,就要拆毁了。 所以,圣经明,原来神要经历的教会是建在团石上,不是个人的身上,ok? 不是建在麦克的身上,是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,阿们。 所以我,我告诉大家,